好 我想其实今年的一个台北股市 它就是一直不断在做一个轮动 那在所有上涨的一个内容里面 最重要的关键是就一个字 叫做涨 涨价题材 好 讲到原物料 我今年很早 其实我在去年就已经跟大家先提前预告 就是所谓的一个 受汇到电动增需求大增的铜 这是原物料的第一铜 当时候我第一次在10块钱附近跟大家介绍 涨的波段超过两倍 那来到这边当然了 涨了这么多 你看到中钢盘价一出来之后 股价反而是不涨反跌 为什么 市场已经提前预期跟反应了 这个是我要跟大家讲的 你只有领先市场 在股价没有大涨之前提前卡位布局 你才有办法赚到在股市里面的钱 好 那你再看 最近的一个航运也说会缺贵 一日三四报价在上涨 过去我在跟大家报告的 去年说2609的阳明 涨了波段130% 2603的长荣涨了也有一倍 面板我在今年年初一直跟大家讲 社会涨于经济需求 我还跟大家再提到最被低估的面板股 是80185的浮华 这是大同集团旗下 同时具备有所谓的一个面板 然后还有资产题材的股票 连续五天涨停 创下153个月的新高 而且在面板跟手机需求带动下 我都是介绍的一个驱动IC股 6129的普城 今天也近期又连续三天涨停 我从波段介绍到现在涨了320% 创了161个月的新高 那有没有发现 这些都是我之前透过生活选股 然后超前部署的方式 领先市场介绍给大家的 那我说今天回过头来看 不管是原物料 不管是被动原件 不管是现在在涨的圈动IC 你都一定要领先布局 在股价还没大涨之前 你才会有获利的空间 好 那今天的新闻 最大的一个新闻 当然是被动原件缺很大 4月起同步调升报价 6284的家邦 昨天大涨涨停 今天持续再创新高 80430的密忘石大涨 6449的玉邦 再创波段高点 6224的巨顶 2327的国具 2492的华星科 也同步都上涨 那这个其实就告诉你 被动原件这个趋势 没有结束 但是你要去找 相关被低估的个股 再来 另外一个重要信用是 电动车的一个商机 世界第一汽车大涨 福斯计划要打造 6座的超级电磁厂 这个又带动 相关车店的概念股 像今天里面的 6129的普城 3094的连结 2388的威胜 312的升权 还有64亿的经验 全面涨停 电动庄的 3003的建核心 2457的飞鸿 股价也都走高 你看到这么多的一个新闻题材 你一定要去找相关 同时具备有多题材 位阶又低的 同时有被动原件涨价题材 又有车用电子概念 同时它又有电动装题材 急于升 我说话 如果投资用力 每次都错过了 不管是我在去年 跟大家介绍的 2009的第一桶 10块钱的第一桶 不到10块钱的一个普城 或者是10块钱 今年跟大家报告的 8085的浮华 那我现在帮你 大家在绝踪一档公司 昨天刚刚公布 去年全年获利 第四季单季是0.07 创11季新高 季增133.33% 年增250% 双成长 去年正式转贵营 EPS是0.12元 而且二月营收 是延续Q4的气势 0.65亿元 年增是73.56% 重要的是 前两个月的累计营收 已经来到1.78亿 这个代表什么 年增率高达88.33% 这家公司 外资法人 最近五天买超四天 它就是瑞宣 代号2489的旗下 台湾唯一挂牌的 塑胶薄膜电容厂 5328的华融 好 那我跟为什么 要特别介绍瑞宣 是因为 当一家公司的一个大股东 开始入主的话 它是瑞宣 近年才入主的公司 而瑞宣持有它的股份 有高达了 54576张 持股31.6% 这也就代表 它在外流通的一个筹码 非常的有限 好 这是第一点 筹码有限 价格它就怎样 就有机会往上进行一个调升 再来 我刚刚说到 它最重要的一个产品 是所谓的塑胶薄膜电容 这是台湾唯一一家 有上市柜的 那对比到 我观察到 去年 中国大陆相关电动车 电池 薄膜电池相关的股票 叫法拉电池 这档股票其实去年波段大涨超过一倍 而我们来看一下 国内跟它相关的 只有5328的滑融 同时具备有被动元件 塑胶薄膜 而重点 它主要的客户都不是小家的 都是什么 国内主要的一个 电池 电源 电压 电压供应器相关的大厂 包括像台达电 光宝 康苏 全汉 群光电能 基本上就是跟电有关 所以它在用这样子的一个 的一个客户基础之下 它还不断在研发新的产品 而且最近太阳能正在转强 我跟大家报告 它已经开始研发 所谓这个节能性产品 太阳能电力的转换器 还有像高压能源的加速器 风力发电厂 相关所使用的不断电系统等等 这些也都是它不断的研发 而最重要的是 今天在 福斯正式要盖 六座超级电池电池厂 还有未来充电桩的应用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 华龙早就已经考虑到 林天时所要使用的 薄膜电容充电桩 这个使用量是会非常非常大的 为什么这个东西特别 因为薄膜电容 是用塑胶薄膜当作 介质的一个电容器 它的产品特性 耐高频 耐高压 体积小 容量大 介质损耗低 所以在直流电转交流电 或交流电转换直流电 过程有一个 稳压的一个功用 好 现在来个重点 一台电动车 要使用6到24颗的薄膜电池 这个电池又是一般薄膜电池的 好几倍 毛利更高 这是华龙未来说 所要大力切入的一个 锂电池的薄膜电容的一个市场 所以我说它现阶段 你都已经错过过去 我说过这边很便宜的一个 个股 但是如果说它今年 有这么多的题材 同时间它也透过中国的代理商 取得到中国的一个 充电桩的相关的一个订单 那它就是取得到现阶段市场上最大的 最大的一个趋势方向 而价格来看的话 又是相对偏低 股价其实在1月 创立一个15.6高点之后 已经整理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外资过去5天 又买超4天 我认为这种横盘整理完成 价格相对偏低的个股 投资人可以好好去留意 那封路老师也想请教一下 因为其实近期 如果说投资人想要买的话 他会觉得说 其实有法人眷顾的 他可能会比较安心 那么近期呢 因为投信已经对台股 连买11天了嘛 那么投信有加码的标的 其实有联勇 环球金 鸿海联发科 这是目前还在盘上的 台积电其实投信也有买 另外包括了上银 大力光 世新巨洋跟台复 虽然现在在盘下 但是投信近期也有买 所以现在看到了投信有买 看到了这个股价 反而压回的话 去找买点吗 好 我认为投信 他在布局的过程里面 一定有他的理由 因为他们都有 他们的内空内归 所以布局的个股 他一定会去做过 所谓的一个调查 或去做过扣公司 然后去访谈 那我们看 现阶段来看的话 我认为已经涨上来的 在整体趋势里面 我的一个看法比较特殊的 大家可以特别去留意到 最近大家都在 又要当航海王嘛 对不对 航海股投信买很多 可是你看一下 我今年跟大家报告的是 航海股 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市场 应该会是由散砖货轮 会相对于强迫 远洋货贵 原因很简单 筹码因素 这个散砖轮 它的去年涨涂又低 筹码相对涨又比较什么 比较集中 价格绝对价格又便宜 所以反而在这边 看相关的一个 的一个景气领先指标 过去跟大家讲 是远洋货贵三雄 那反而在今天你看 昨天强一天 今天又没有办法再涨 但是长期趋势是对 它趋势还会再涨 但会比较慢 可是如果要看 现阶段的一个景气 循环的一个趋势股 而且投信满很多 股价怎么样 最近没有涨到的 大家可以先去留意到工具机 我先来看一下 2049的上瘾 请大家去看 上瘾其实从过来年 到现在基本上没有涨到 但投信却在 2月25号这一天开始 大买 从这边开始买超的话 过去这一段时间 买超将近2300张 股价金本没有涨到 400多块的股票 买了2300张 那当然是看准了 整个工具机的一个复苏 那在同时间我就看到 先涨谁 涨它的一个子公司 4576的大银为系统 那这一段时间 投信没有买 但大银为系统 今天又开始强 前一段时间 才刚刚从多少钱 从90块钱左右 一路供到179块 涨了将近一倍 那就代表说 其实如果你看 整体的工具机 还没有实质获利 有4576的大银回系统 它去年前三季才赚0.7 我帮它再加上 第四季的营收 跟获利做预估 全年赚不到1.5 但股价已经涨到 怎么样 179.5最高 今天又转强 如果用这样的逻辑 角度去看的话 同理相关工具机的股票 我说很贵的亚特克 大家就不用去追价 2049的上银 它已经代表说 股价已经来到400多块 100出头附近 有没有一家公司 可以比跟大银为系统 一样可以往上 去做一个留意的 这个部分的话 大家可以留意到 最近投信也在买性的 一个1597的值得 尤其是用获利的角度来看 实质已经先公布了 它去年全年的获利 1597的值得 它的去年全年 公布率是2.51元 这明显就比大银为系统要高 然后它前两季 一二月的一个营收 累计也比去年同期 成长了将近55个分点 好 一二月营收 表现亮眼 二月工作天数 只有一月的什么 二分之一天 二分之一个月多一点 但它比上个月 才小幅衰退 4.73个percent 一月是1.35亿 二月是1.29亿 基本上没什么衰退 那如果以这个节奏 是要去走的话 它又透过什么 透过日本的一个厂商 它其实已经间接打入到 说台湾半导体大厂的一个 微型线性滑轨的一个供应链 它其实是隐藏版的 半导体供应链设备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公司 再加上说 它今年六月份又有扩厂 结果我已经去厂 扩厂的目的 有可能是要切入到 苹果供应链里面 光学大厂的一个供应链 那我在看它 现阶段的一个走势 缓步的一个上扬 外资投信 基本上过去这段时间 买多于卖 我觉得长线时间 可以特别去留意到 这一档工具机的一个 小经济 我觉得特别留意